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东道主中国队与阿曼队的较量 这场比赛是在常州奥体中心体育场来进行 在场上穿着红色比赛服的这是中国队 阿曼队可能更细致一些 抢断 抢断了 右路有队友 怎么办 应该有了吧 打门 太磨叽了 杨立渔应该手起刀落 他想的太多了 不过这个实话讲啊 还是从小没练左脚 特别合适的 球速比较慢 对 好 左脚开出脚球 刚刚开场六七分钟 中国队现在来了一波进攻的高潮 这一段对方会比较慌 是 后凑 稍微偏离点啊 这是刘一鸣前叉 上赛季呢是朱健 在中甲深圳加兆业 来了一较远胜 门将看的稳 抓的也比较稳 这个转身晃动还是很漂亮 再敲给边后卫 自己再要求 这一下杨立渔做的不错 杨立渔这次的进攻当中 扮演了导演啊 完成的真的不错 说往常这个季节啊 呃 室外踢球完全没问题 今年有点异常 太冷了 好 看左路这次进攻 横传 打扮 有了 有了 杨立渔 三十分钟 在这之前他策划的一次进攻 就完成的不错 巴顿 巴顿呢带走了对方的中卫 这脚后跟出 脚跟磕得很清楚啊 出奇迹 倒三角 你帅的船中 我想起东亚碑当时杨立渔给韦智豪助攻那个球 对 有点像 只不过是打的另外一侧啊 呃 左脚传的这个线路非常好 在点球点附近 杨立渔 收起刀落 嗯 这个球就是门前呢 形成两点的包抄 嗯 瞬间被扳平 这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何超和姚军胜啊 应该再冷静一些 非常清楚啊 何超的这个转移很清楚 呃 韦智豪这次又没有传球 有 好大 漂亮 来了 李小明 34分钟 非常漂亮的包抄 哈哈 实是一个圆 圆月弯刀 再看 下坠 穿得太舒服了 哎 穿得很舒服 李小明呢 得奋力向前一蹬 哎 就蹭着那么一点点 对 稍微一变现 而且好像还撞着立柱 解围有点不果冠 右脚的传球到后点 这个球是有危险的啊 有危险 在这个传球过程当中 我个人觉得周玉晨的这个 巴顿给他的那个机会呢 他也没能把握 好在小伙子很争气 马上迎来了第一个进球 左脚再传 头球 漂亮 我终于进球了 53分钟 维持好 所以这帮小孩在一起 真的是很来电 再看他出现的位置 头球 我瞬间感觉到了 有一个 有一个七孩叫C罗 能不能这种滞空的感觉 这个球呢 确实是姚军胜 姚军胜的这球 传的难度还是挺大的 相反呢 他这个定位球啊 这球等啊 危险 门将的位置并不好 门将的位置并不好 好在球门线前 这是解围了高雷 两个中位啊 不发 这都很危险 是 进进去之后呢 有些拉转 但是越往后啊 实际上国内就群雄并起了 是的 你看现在的 亚太的轻讯 绿城啊 包括江苏松宁啊 都是做得不错 对 但亚太还不如直接打呢 刘若凡 这是他的特点 左脚 这是他的特点 差一点 由来第四个进球啊 刘若凡的投球 有点正 有点正 这个时候主台办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次是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